你不要跟天做对 那不好意思 照着那个学员 看着那个神医 讲 你身上 身体的问题 就是你做人处事 对不对 把东西改了 身体就没问题了 如果真的来这么快 你还敢乱搞吗 你还敢乱做吗 你还敢口之心 你还敢瞒天过海吗 你还敢以为这个事情 没有人知道吗 你还敢这样要求自己 要求别人 让你瞒天过海吗 你敢吗 不敢 你不敢 要告诉你自己 要真的不敢 你不要今天过得民有反 那你就是雷 你这种天摸到大白杂 被大魔王叼走 吃掉 那你就不要怪别人 给你太多机会 你老是觉得宽耐自己 宽耐自己 宽耐自己 有理由 有理由 还是有理由 那么多理由 那就没话谈了 那祝福你了 那么好理由 那就理由吧 那么多好去处 那祝福你吧 那就好去处了 是不是 只是有无限的惆怅 为什么不面对自己 真实的反求诸己的 如法师兄 是不是 这世界不 我跟你讲 这世界不就是这样子吗 你说你今天好 你碰到一个人 不按牌与出牌的 就好像 我今天还讲 你说 你家里 有好的子女 或者你说 你家里有好的父母 我跟你讲 刚刚好而已 为什么 两边的戏 刚刚演的刚刚好 你说你碰到一个 非常 根本不知道 怎么形容的父母 你能够演 孝子孝女 你可以演99% 还有1% 至少在你那个 父母的嘴边 你是不孝子 不孝子 你都觉得是缺憾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世界上 是看一戏怎么演 舞台上 配到什么演员 是这样子 所以这一切 你说你要求别人吗 没有 但是你能不能超越 在这个境里面的 有个更新的局 对不对 把各个事情 更加的缘容 那就是修行 对行进之间 天下路 唯有修行不无人 你不修 很多事情 你过不去的 怎么看都过不去 左看也过不去 右看也过不去 很多事情 你也不用讲得太白 哈哈一笑就算了 你说跟人家 真的演变红脖子出 你真的胜了 真的吗 也不见得 你真的对吗 也不见得了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 当年 博人机这个效法 我是学得很深的 感悟很深的 但你如果要学我这个效 你也不要学的人 半斤就准备 当十六两 也不行 哈哈一笑 是要真诚的 内心一笑 不是笑别人 是给自己 一个感悟的 所以这事件 每一天都二十小时 每一个小时 有六十分钟 这个对应出来 现在真的 这时间过太快 已经不是说 谁觉得谁不觉得 事情就是这么做